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常常会想到一些奇怪的问题,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有一天,他吃过晚饭以后,对着天空发愣,并且自言自语地说 假如有一天天塌了下来,那该怎么办呢?我们岂不是将活活地被压死吗? 从此以后,他几乎每天都为这个问题发愁 吃饭吃不香,睡觉睡不好,做也不是,站也不是 人不知不觉瘦了很多,朋友都很替他担心,都跑来劝他说 老兄啊,你何必为这件事自寻烦恼呢?天空怎么会塌下来呢? 再说即使真的塌下来,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忧虑发愁就可以解决的啊 想开点吧 可是,无论人家怎么说,他都不相信,仍然时常为这个不必要的问题担忧 后来的人就根据上面这个故事,引申出起人忧天这个成语 比喻毫无根据的或不必要的忧虑 请不吝点赞订阅